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加入老汤瓦雷机 我是老汤 乌克兰部队又增加一支新的胜利军 他们是来自西伯利亚的二级原住民 以实际行动表达反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这支部队由好几个少数民族组成 包括布里亚特和亚库特人 除此之外还有少部分士兵是来自于俄罗斯反普清政权的其他地区 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 就是要向普清证明 在他统治下的俄罗斯内部 并非所有人都同意他的自义妄为 甚至以不合法的军事行动侵略邻国 让其他国家臣服于满足普清个人欲望的俄罗斯帝国主义之下 这些部队因为组成了战士身份特殊 因此番号就命名为西伯利亚银 尽管这个新成立的单位人数不足60人 规模远远不足一个银的编制 但是他们相信借由自己的现身说法 一定能吸引更多志同道合的族人 或是西伯利亚民众加入部队行列 或许很快就能组建成一个正式的银级部队 甚至是规模更大的战斗单位 当然在他们面前首先要攻克的难关 是把自己练就成一个具备战斗技术和战术涵养的专业军人 尤其在使用枪械来讲 大多数人都有过狩猎经验 至少在枪械使用上 他们很快就能熟悉 同时在乌克兰和西方教官的指导下 他们已经从军事技能的门外汉 逐渐蜕变为成熟的勇士 而且在战术推进演练上 队友之间交换射击也越来越有默契 这就足以想象西伯利亚营的成长 将是值得期待的一件事 一部分擅长射击的士兵 则被指派担任搬用机枪的射击手 在队友展开行动时 这群机枪手可以发挥他们的优点 为同袍提供地面推进时所需要的火力支援 当然西伯利亚营需要补强的地方还很多 比方在集火握射之后 殿后的班兵该如何在火力掩护下向前推进 并且寻找隐蔽掩蔽的战斗位置 继续为其他弟兄提供火力支援 这些细节并非一蹴可击 而是要经过反复操练 才能让这群西伯利亚营的士兵 练就眼观四面而听八方的本领 日后在战场上很快能够找到最有力的躲藏或设计点 至于外界如何看待这支纳入乌克兰正规军的西伯利亚营 俄罗斯官方倒是没有发表任何回应 反而是俄国国内的多位军事部落客认为 乌克兰是想借此作秀 当作大外宣的题材 一个只有50人的部队竟然可以赋予迎击单位 实在有点匪夷所思 莫非乌克兰兵员缺乏的问题比实际情况还要严重 还有另一派的看法认为 乌克兰是在队内宣传 向民众传递一个讯号 就是连俄罗斯人的内部都出现杂音 只要俄罗斯出现内乱 反普京的势力只要一斤做大 乌克兰顺势取得胜利就指日可待 虽然两种看法都有一定的道理 但是俄罗斯可能贵人多忘事 之前发出的征兆令 不也曾被拿出来讨论过 而且现在还要在克里米亚半岛 争调士林的年轻人入伍服役 这场已经持续一年九个月的战争 根据西方针对俄罗斯和乌克兰双方的评估 两边应该都蒙受了巨大损失 尤其是战斗部队的人员耗损 俄乌两国大约都有上百万名官兵中亡 装备方面更是不计其数 尽管乌克兰接收了大量的西方军备 但是被击毁或击伤的数量也很惊人 这也使得乌克兰的机械工程师忙得不可开交 因为在保修场里 还有大批机带维修的受损装备 等着重回战场 这批装甲车虽然在战场上立下不少汗马功劳 但是从车身和装甲受损的情况来看 确实也经历过异常艰难的战役 如果不赶紧维修 恐怕就会成为一堆废铁 但是复原工作也得要花时间 除了要把车身装甲卸下来重新加固板金之外 还要检查传动系统是否完好 这对机械师们来说压力真的很大 不过镜头转向俄罗斯 其实俄军也很着急 即便他们在乌克兰战场上具有空中优势 但是机场战役打下来 俄罗斯的主力战斗攻击机苏-25的折损率也不低 俄罗斯国防部长少一谷排出行程 前往一家生产苏-34战斗轰炸机的工厂视察 下令厂商加快生产进度 要求一年内全数交付前线部队使用 以填补战斗缺口 由此可见俄乌双方几乎打得筋疲力尽 要看哪一方后勤补给跟不上 到时候或许能看出战事发展的走向 就在乌克兰向俄罗斯目标发射 美国陆军远程飞弹之后 俄罗斯除了气得跳脚之外 也不甘示弱地做出回应 10月25日从陆基、潜舰和空中 发射了两款可以携带核弹头的 雅尔斯及青州弹道飞弹 俄罗斯宣称面对不友善国家的各种军事威胁 俄罗斯已经做好反击的准备 透过陆、海、空发动大规模报复性核打击 作为对这些国家采取军事挑衅的反制手段 与此同时来自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土耳其、意大利 和法国等六国空军战机 也在西班牙举行六国高级别海洋天空2023联合军演 主办国西班牙表示 这次演习是在某些行动中需要掌握制空权的一次操演 主要在检视六国空军的默契配合 并没有针对特定国家 只不过时机敏感 也不免让国际间对俄罗斯的核报复说 增添了许多想象空间 好了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见